OK,好 那从比较单纯的开始 我最底下有一个 就是这一颗 我现在是用那个 亮面油漆给它 是用一个亮面油漆给它 所以 所以它看起来比较油油亮亮的 那 上面的斑点 上面那个斑点很基势 其实是因为其他的 那个 要看是哪一个 因为 我们要讲理解一件事情就是 它上面的 照理说现在照理 这上面不知道是不是我画的 还是它原本就有 应该不是我画的 应该是某一个 我们要先看一下是哪一个 一个一个点 诶 好像是 全部关掉了 还真的是它原本就有的 到底说这颗材质球应该没有 没有那个 斑点啊 看一下这颗呢 是这颗有的 因为 Normal map 不是Normal map 就是凹凸贴图 其实是会 继承 就是会继承 那个原因是什么 我当然先讲一下 但我现在先不考虑 排除这件事情 找一个材质球是有凹凸的 应该在皮革里面有 皮革 这个 皮革 这是皮革 这个皮革的 材质栏位 好 它用了Color Himap Rough 跟Metal 其实它大概不会用到Metal 不过它有留下这个 那 这些栏位 这里的观念先知道 因为 那个Subtance Painter 3D有几个 很复杂的部分 第1个 Paint layer Paint layer跟Fear layer大概已经知道 一个是 用来画材质 但是它不会寄资讯 一个就是整颗材质球 用遮罩去遮出你要的区域 然后 在我们的 遮罩里面 如果你要Mask的时候 它又有Paint layer可以继续画 另外还有个Fear layer 我们目前没有用 就是我可以塞一张图进去 我可以给它一张图 当作遮罩 而且这张图可以是3D贴图 就是 没有接缝的那样 空间中的这种来用 但还有一个状况就是 在Fear layer的状态底下 你有用到这些栏位 这里又出现有一个东西 这一个 现在的PBR 的High Map 如果你点到High Map的话 你就会看到 这里全部会变成 这张图的 这一个 材质球的High Map的颜色 就是黑白灰阶 然后呢 会看到High Map的叠合方式 它都是用Linear Dodge 就是 线性的加设 线性加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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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当你有一张图有凹凸 它就会一直 互相之间 现在没有互相影响的原因是因为我用 Color Mask遮住 如果你没有用Color Mask遮住的话 那个 那个 就会整个全部 都 这一个 比方说 如果这个我没有用Color Mask的遮住 这个上面的这个小斑点就会继承到所有的 固件的High Map 因为它的 High Map的叠加方式这样算 那因为这样子算才会最终 你可以合并到 一个High Map 因为我们最终只要一个High Map 你不可能每一个 都要单独出一个 再去合 所以它逻辑是这样 这里呢 是在切换 你操作那个参数栏位 就是 这里 可以再切一次 这个操作 那我平常 是在这个模式底下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蛮麻烦的 本身自己 当作FearLayer 就是材质层的时候的 透明度跟叠合色 叠合方式 可是它还可以再切分到C下 下 还可以切到细项 一开始的部分 因为这个时候是 颜色的 变化 Base Color 是指的是现在在状态 那 看起来我不要 我不要啦 那个表面我不要这个样子 所以 选这颗材质 换这个 对我要这个样子的 我要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希望这一颗 对它不是金属 所以其实金属可以直接关掉 这颗材质球 其实设计的很单纯 它设计的很单纯 就是颜色跟这个 我想要是 绿色的 还是要红色的 嗯 好 先这样 绿色好 好 然后我希望它是 有点发光体 有点发光体 没有发光栏位 发光栏位 要的时候 当你需要栏位 就要自己加 回到Texture Set Setting 在最上面这边 会看到加号 点下去 这是你可以加的 好 我们现在选的 这一个 PBR 的 这一个 Metallic Robbenes 的这个Set 就是Adobe预设的 这个 它是可以加这些栏位 不同的 你选不同的 加的栏位不一样 那我现在希望能够加入 透明度 或者 加入发光体 发光体这个 加入发光体 那我加了发光体 这里就会跑出发光体的 按钮 所以我可以点它 就有颜色可调了 好 我就有这个 色调可调 所以 也许我可以设成 呃 发 这个颜色的光线 然后本体的颜色 再深一点 好 OK 那就会变成一个 半透明 有一点蜡状 发光蜡状体的 的质感 好 那这个部分 可以这样处理 当然如果你希望有一些 特别的效果 比方说还要有透明度 那就得再加 就要再加 Translucence 这一个 透明度的控制项 但加进来的话 我不是这么建议 现在加这件事 你基本上看不出 任何效果 现在调到100%透明 也看不出来 因为现在这颗靴的 对这里没作用 现在这颗靴的 在这个栏位上 没有作用 现在先不用加这个 先到这里就好 所以发光可以这样做 那 回到这里 所以这里 我再加发光层 那我们就回同 简单的开始弄 我的金属框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螺丝 螺丝跟这个 金属框 应该要放在同一个栏位 然后这个也是固定器 就是这一块 所以也放进同一个栏位 但是 这样遮罩会不好遮 放弃 因为那个样子遮罩会很难控制 我们要思考一下 要怎么样的方式 让它好 不行 这个不能再塞进去 这个可以 这个应该是可以塞进去 但是这边的 Color Selection 就要加 这个进来 让它出现 让这一个出现 那这个的可以拿掉 Remove 不行 这个还不能Remove 它得重拾存在 这样子有点 看看 这个如果再进来 这个再加 OK 可以 那就会变这个样子 全部在这个 就这个区域的 铜 跟这个 键柄再加 这个 底下的铜 都在这里控制 都在这里控制 但这个必须另外单独 这个要单独遮 这个 也要单独遮 因为我现在是 你不单独遮 它会盖所有的东西 所以这两个还得留 但是总体 会有一个遮罩在这 好 那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我就可以用这一层 这底下是这一堆 你就不要管它 反正呢 我就可以在这边加 脏污 这个的上面加 脏污或者是 其他的东西 去盖这些 所有的 层次 盖它所有的层次 那就不管3C21找一个 这个生锈的很严重 看起来是可以用 不管 丢进来 全部生锈 然后 Smart Mask 这个嘛 丢在凹的地方 但我会改颜色啦 不是要被生锈 凹的地方就记得 Cavity 我通常就直接打CAV 这个好 就会变这样 就变这样 那 改颜色吧 然后 乱数按一按 对好多了 以下的 这不用调 OK 它没有别的参数可以调 所以我剩下可以动什么 我剩下就是 呃 改一下透明 改一下那个叠色方式好了 把它Deply看看 还有不好看 Operlay呢 还是不好看 Screen呢 怪怪 我们回到 Normal 然后 我觉得太强了 直接调透明度 OK 这样差不多 嗯 好多了 好所以 这个 上去以后这边就有这个 可以看到这里 就底下这里看就很明显了 好底下这里看就有没有 就可以上一层这个 可以单准的上一层这个东西 那我当然还可以再加 呃 偷懒一点 直接加FearLayer 不用HIGH 不用HIGH Normal 不用发光 要光泽度跟金属度 光泽度调高 金属度调高 然后 颜色就留下 所以我得到一个超亮的金属在这里 然后我要做的是对边缘 所以EDGE Edge 边缘 所以边缘 这个 它磨过的地方会变这样 但是有个缺点 我不想要变成 因为这个我选的是银色金属 可是我不想要把它 全部变银色金属的磨损 我只想要加上金属磨损 但是要同色 同色 所以去找 应该是 Color Doge 不好 其实Color Doge还不错 还是要Color Burn 不好 Screen呢 Screen不行 因为我只想叠色 马蹄 Ply会变黑 那个叫做 Ninia Doge Add不行 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我先想看 那时候应该是 没关系自己试 Lighten Max Lighten Max应该只会更亮 Darken 不好看 检色 反转检色不好 好吧 好吧 那大概 可能是Soft Light 还是 Color Color也可以 Color上去以后 改颜色 做 染色的处理 OK可以 我只是要染上灰色而已 就是有点颜色 就好 嗯 我们要染蓝色一点 还是绿色一点 还是红色一点 感觉是 黄一点的好 大概这个样子 好 所以这层上还是做这件事而已 好 有个没有差很多 有个没有 你有加 没加就是差这么多 就是为什么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底色 底色 凹 凸 然后用这些工具去调整 它就会变出 呃 有去 应该说比较好的 呈现效果 所以我现在就只做这样子 就把这个地方算搞定 其实还可以做更复杂 例如那个这个螺丝上 太干净没有 螺帽上都没有磨损 好 那个还可以再加 但我们现在就不要到那个部分 因为这样子其实已经 有一点多层了 而且我都没命名 所以明天下个礼拜我可能就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鬼东西 好 所以叫做 Hmetal 要命名一下 然后 Dirt Rust 好 就是 张乌的生锈边缘的金属 这样我自己会知道这是什么 鬼玩意儿 然后这个呢 你可以把它取成 中文名字 然后通常我会再加上个Base Base Color 底色 这个应该是铜钉 啊 啊 卯钉 这个是固定片 全名 黄铜固定片 然后 嗯 OK 好 所以 这样我就会知道这边是什么鬼东西 秘密中文没有影响 完全没有影响 随便你 认得就好 认得就好 那这样子 下半截差不多 剩这里 剩这里 那 呃 我可能没有时间把它全部画完 还有这个刀刃其实还要再加一层 这个刀刃这个地方其实只是刀身 的 你说这里是刀身的本体 那这是刀刃 刀刃应该要再分一次就是 边缘更 光滑 边缘更光滑 就是应该还要有一个 可能就是这么亮的 或者是找不锈钢 还是捏 这种 还有一个这个 要进到 刀在哪里 在哪里 可能还要一个这个 再进来 呃 这里 这个 再为他再加一个 Black Mask 然后这个Black Mask 只针对 换一下笔刷 需要一个比较 模糊的 可能是Noise吧 还是Dirt 反正记得这些字就好了 这个应该可以 好 那这个我只针对 这个 刀刃边缘 按着Auto点一下这里 就会看到我画上去的东西 我笔刷 的尺寸 可能要再设定一下 就是了 因为我现在笔刷有点大 那 好 那这边也是刀 这边也要画一下 武器自己做的才知道 它的结构是什么样子 就是你用我的范例 大概只会 就只能照 我大概上课讲了什么事情你就会做 可是 真正 它需要更 细部 就我为什么知道要哪些地方要做什么事情 是因为 武器我自己做的 我知道那里是什么鬼的一帮 OK 大概这样 所以这里 边缘就会有一圈 好 更亮的结构 更亮的结构这里 甚至于我要再加上High Map说 凹还是凸 也许四度的凹 更 就是边缘有 刀子边缘有那个 磨过 凹太多了 这是凸啊 凹 OK 好 那当然金属是不是要用这个 可以随时干 这个 这样就变铜 这样就变铜 好 就是 我可以随时改 它的 就是银 这个就没什么 跟原本一样 来金 OK 太好了 改成太金属 那当然应该边缘还要再修一次啊 那个我现在画这照画很简单就是 呃 这个 我只画这里 应该 笔刷还要再找一下 也许是 应该再修一下它的 我知道那些笔刷又因为用过所以我知道我才可以用这种笔刷去修 方向 我想要让它变成 我现在每一笔都是往边缘化 可以消出去 这种感觉 也许可能还要再加强一点点这种东西 用滑鼠有点辛苦 不管 就先 简单弄一下 大概这样 按M回来 好 好像不明显没关系那个 这一颗材质 这个 这颗链 一样 因为这边都是传统金属 传统金属只要它没有用的栏位你都可以启动它 就可以去做 这个操作 好 那 武器就会更 有趣 而且 颜色 我不想要用这个颜色 我想要让它更 就全白好了 要不要 全白太诡异了 光泽度再更高 好 刀刃 反光超强 好像也不用到这样的 变镜面 好 就变镜面了 边边已经快要到镜面 那也可以了 可以了 看起来还可以 好 那中间那还要继续画完就是 我现在只是把 刀刃的处理再做得更 呃 夸张化 好这里 这做得更到夸张化 但这个可做可不做 意义没有那么明显 但有做会看起来更 总之材质就是 呃 越多层次 看起来就越丰富 好 那你拿掉一个就少一个 拿掉一个就少一个 那个感觉就差很多 就变得只是 呃 只是有东西 那至于你叠几层 那那个层次叠得好 应该说 呃 合不合理 那是另一件事情 因为这上面 我还没有旧化这一个区域 就还没有叠 脏跟 脏污那些 只是膳食先到 我只把这个 啊这个 这个的 笔刷又要换回去 这个 的paint 这里面只是 诶 一下 按一下x 这里面我都还没画完 因为这个要得开 开挖看慢慢搞了 而且我认为这个洞应该也是全部黑比较好看吧 洞里面 好洞还是让他有磨 磨光好了 OK 好 那这边 大概到这里